法國第二大藥廠斯維雅一款減肥藥 導致500人死亡 被法院裁定詐騙和誤殺罪成 罰款270萬歐元 藥廠前總裁被換營4年 被檢控官提出的監禁5年少 而藥監部門因為監管不力 被罰款30萬歐元 斯維雅推出的減肥藥美帝托 原本針對過重的糖尿病患者 但就被大量廚房給一般人抑制食慾 在市面銷售33年 懷疑與超過2000宗死亡個案有關 但法國就有超過500人死亡 一隻減肥藥去到2009年停產